廊坊北三县 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 湘河县 是河北省最大的废地 三地和廊坊之间被北京天津隔开 独特的区位优势 以及经经济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 让这里成为北京外迁企业的急剧地 近日 记者在湘河机器人小镇一家企业看到 工人们正在忙着赶订单 据该公司研发主管汤海维介绍 公司是2016年入驻湘河机器人小镇的 我们是2016年从北京西级搬迁到我们湘河机器人产业园 然后我们主要是生产电子薄膜开关和电子薄膜面板 据汤海维介绍 公司搬到湘河以后 在当地有关部门的支持下 成立了薄膜开关实验室 产品实现了科技创新 并在2018年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 湘海维说 在湘河机器人小镇 像他们这样的企业还有几十家 搬过来以后我们的订单有明显的增加 生产的科技化 程度自动化都有明显的提升 然后我们产品附加值 就是产品的科技含量也更高 对咱们经济学的发展很乐观 咱们经济学的发展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在京经济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燕郊中心一家科技企业的制造基地 自动配送车往来穿梭 操作台上工作人员忙个不停 据该公司制造总监徐伟介绍 作为北京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延太极群随着业务发展 需要选址扩建新的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 最终公司选择了燕郊 因为这个区域它有它的区域优势 首先第一点就是区域比较近 我们的通勤比较方便 第二个就是这边政府给了很多的政策 让我们觉得在当地去发展我们的制造 乃至于我们供应链 我们会觉得很方便 基于这两点 所以说公司就会把我们扩大的产能 最终落脚落地在我们的三合燕郊这个地方 在三合式一家汽车灯具厂的车间内 机械壁上下翻飞 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装配测试 该厂负责人薛德勇告诉记者 他们2014年由北京顺意搬迁而来 在经济系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 我们公司在过去九年里面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 我们销售额从2014年不足一个亿 扩展到现在销售额达到八个亿 我们企业自己建有研发中心 一级国家级CNAS认证实验室 同时我们也是河北省创新企业 A级研发基地 狼庞市创新中心 那么公司在过去 在过去五年呢 每年研发费的增长率都保持在10%以上 2020年3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 北京市 河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 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三河大厂 香河三线市协同发展规划 提出充分发挥北京城市副中心示范引领作用 辐射带动北三线协同发展 这一规划让很多企业对廊坊北三线的未来充满希望 随着经济地协同发展呢 在三河 廊坊等环境地区呢 聚集一批新型产业 产业聚集形成规模效应 对于我们上下游供应链的打造 供应链的降本和供应链的稳定 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能够更好的促进我们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